在道场里做事 为了护持道场 执行道场所制定的规矩是 得罪了人是否如法 是否有因果 应如何做好之事 这个现在的道场 难 的确非常困难 这事不是反复 就像幼儿园一样 我们来修行的人 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知识是保姆 所以道场里面的知识是菩萨 不是普通人 菩萨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善巧方便 真的是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以严厉的态度教训人 而那个人会对他敬畏 又怕他了又爱他 这就是菩萨 如果的时候 你在执行的时候得罪人 人家有怨恨 这就错了 怨恨的时候 怨家一劫不一劫 所以这个事情是难做的事情 不是平常做 这个里头有因果 因果就看对方怨恨的程度 怨恨的程度深 他一定要报复 那些没法子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总而言之 一定要多听见 要多修行 多修行 唯有听见修行 古时候 这个道场里面所有的执事 都是修行人退休之后 来从事这工作 所以他经验很丰富 他也会受到人的尊敬 所以其实 像在从前这个时代 大概一般讲经的法师 修行的法师 就是像这个念佛堂临重 禅堂临重 七十岁以上退休了 退休了做护法 做护持 所以他有经验 他要懂得修行人的境界 修行人功夫得力不得力 才能帮上忙 那么现在这个道场 尤其我们这个地方 你说是道场吗 也可以说 你说不是道场吗 也能说 不是一个正规的寺庙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 大家在一起修学 所以 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弟子规 重视舍山业道 重视太上干净品 这三样东西学会了 那我们道场 无论是知识也好 无论是同学也好 就能活目相处 就能互相合作 如果都不学 道场是斗争道场啊 你到什么地方看到六合进的道场啊 小道场住两个人天天都吵架 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末法的现象 这是佛法摔到极促的现象 我们看到了痛心 有什么方法呢 自己认真努力修训 越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越要加紧用功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能力成就别人呢 至少要成就自己 如果自己不能成就 你这一生就空过了啊 那叫真可惜啊 就我常常劝民 这个在道场 护持道场的人 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忍受 我们也不要得罪人 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工作 可以辞掉 至于道场 什么人去做 是他的事情 道场能不能做成 或者道场完全失败消失了 这是这个地区众生的业报 这个地区自然有好的人来扶持 来做 没有佛报啊 佛菩萨来的都没有 所以说众生的佛报 我们自己只有愿力 但是你要晓得 佛经上常讲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我们发的愿跟众生的业力 是平等的 我们的愿力 跟佛力结合 才能帮助众生 如果我们得不到福利加持 我们就没有办法抗衡 我们就没有办法抗衡众生的业力 没有办法抗衡 在这个时候 好好修自己 希望自己到极乐世界之后成佛了 成愿再来 再来不迟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所以绝定不勉强 这样就好 好 好